阿门 阿门 光磊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来了一会儿了 看见你在祈祷 就没打扰你 我冒昧地委屈 你这每天对着老天一说话 他能听见吗 我这是向主耶稣祷告 希望他指点我们结束战争 带来和平 大哥 和平可不是靠祷报我们得来的 这场听我观察一下 刘相灭了严德以后 士气大伤 这正是我消灭刘相的大火时机 更可怕 现在哈尔在刘相军中 只要哈尔跟我领地外合 消灭刘相 无非吹亏之力 统一四川 不知人可耐 大哥 那时候你的和平 就真正到来了 你们就不能和平共处吗 这样打来打去的 你们打得过瘾了 你想没想过 年年战乱 这老百姓怎么生活呀 我们这些做买卖的 把东西卖给谁 上哪里去赚钱 大哥 我误打刘相 刘相关不实了 你会打我 我已经决定了 急不可事事不再来 等刘相占我的奖登 那没什么 我就危险了 你以为你怎么打怎么打 我不管了 我说什么你也不听 大哥 大哥 咱们来日方长嘛 你看 我以后啊 做生意经常会从这儿过 到时候啊 咱们兄弟的日子 还长着呢 来 大哥 来 大哥 来 哥哥 干 真是好酒呀 大哥 我走男床被也这么多年了 可就是咱们见 二叔 你怎么回来了 玉儿啊 回来看看你爹 也回来看看弟弟 看我 玉儿啊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吧 二叔觉得呢 你应该回大猪了 我才不回去呢 这大猪啊 人生地不熟的 一点也不好玩 玉儿 你结了婚就是方家的人了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的丈夫 那哈尔 在大猪有一个姨太太 我明月照顾她呢 你这傻丫头啊 你这不是给姨太太疼地方吗 你让他们长期在一起 时间久了 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淡薄 他们呢 却越来越好 你就不怕有朝一日 还是把你给休了 把姨太太给扶正了 她干嘛 玉儿啊 听二叔一句话 回大猪吧 啊 这次 二叔陪你一块回去 您跟我一块回去 不要找哈尔谈两件事情 对了 二叔还希望你回去以后呢 帮我好好劝劝哈尔 劝什么呢 哈尔现在虽然是刘相手下 但是她跟我们 始终是一家人 二叔希望以后 她能跟着我 我跟她说了 她没有答应 这倒不难 二叔 你放心吧 这件事啊 包在我身上 那二叔就拜托你了 晚上好好把东西收拾一下 明天一早 咱们就看了 好 叔子 有件事 不值当奖不当奖 你奖都奖了 还有当什么不当的 说 师祖 现已查明 友谊营长到妓院嫖妓 喝酒 打架 还动用了手枪 连续杀伤了十四万人 有这种事情 混账 确实是个混账 我说你混账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呢 现在刚刚平面的颜德一 军心民心都没有闻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家老百姓 不会说得 营长太多非兵 人家会指着我流行的计量谷 说我代表命 草菅原命 都是一群王位之徒 你说那警长是哪个部队呢 师祖 现已查明 此营长是方汉尔的部下 他跟方汉尔是结拜兄弟 此人叫马托 我是谁的兄弟 杀人长命借债还钱 天定地义 你处置这种人怎么能够守住他 啊 丁宇 走 好 马上你一份手谕 速交方赵为 你给他 立刻 把那个杀人把马通 绑复重庆当案 我 要依据军法 言大法 是 走走走 这育儿啊 回家待的时间太长了 应该回来了 我送他回来 也是为了来看你 二叔啊 本来是我应该去看您的 可是现在县里事物繁杂 我实在是没时间去 请您老人家见谅啊 都是一家人 不在乎这些礼节 哈尔啊 我这次来 是有两件事情想跟你谈谈 哈尔 其实吧 我二叔就是想跟你说 让你别再跟着刘香干了 干脆跟着我二叔得了 丁宇儿 想跟一家人齐心协力的 那不是更好吗 丁宇儿 这有 二叔 这话早说完说不都一样吗 没事 可说啊 丁宇儿 我还是那句话 我访汉儿 绝不敢背心气意的事儿 尤其是 背叛刘向市长 哈尔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这件事情 我考虑过了 刘向现在的实力 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如果你配合我 消灭刘相 那刘相的地盘就是你的了 你就可以长期驻扎重庆 当你的方市长 务必你卧在这个大住县啊 当你的方团长前上满位 二叔 我还是跑不过出身 所以讲究忠一二字 现在刘市长兵力工序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倒戈 会留下一个不忠不一的骂你 但是二叔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帮刘相去打您 也不能 帮您去打刘相 因为现在四川已经平稳了 我不想再打仗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好吧 那你就把这三个县城 给我管理好吗 二叔你放心 那两个县都是我的结衣弟兄在那儿住房 尤其是云阳县 有我的兄弟马通在住房 我已经跟他吩咐过了 让他逢年过节 一定要替我到家里去看看 我不能偿回云阳 也算他替我尽一份孝道吧 这个马通以后就不要提了 二叔 马通怎么了 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得罪我是小事 我听说前些日子 他到鸡院去喝花酒 跟当地的地痞流氓打了起来 还开枪杀了几个人 有这种情况 难道我还骗你们称 事后还找到了一个地痞流氓家 把人家全家人都给杀了 啊 打架斗 乃至灭门 手段何其残忍啊 这哪是这些人 这简直就是屠夫 这种人不能重用 二叔啊 我跟你说啊 这里必有隐情啊 待我查明真相之后 一定会人家一个公道 你用不着查明真相啊 好 这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 第二件事情 受害者家属 已经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 省主席 省主席命给您 马上把这个码头押往成都 责任审判 公罕你说好了啊 二叔啊 虽然我不知道这里边的隐情 但是我跟保证 码头不可能干这种事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呀 冤枉不冤枉 到了成都的法庭自有公论 二叔啊 咱们是一家人 二叔给你提个醒啊 不要为了这种人 得罪了省主席 好 好了 我走了 一哥啊 二叔走了 好好跟二过日子啊 二叔啊 我跟人送你吗 不用了 我的车就在外面了 大哥 大哥 刘向市长守谕 守谕 大哥 什么意思 他替我马同杀死了十四条人命 他费点奋断 他马上把马同送往成庆 要军阀处置 你这次要逼死老子了 怎么办呢 不对喽 马上通知文秀和军师 去趟云阳 替马同驻守云阳 让马同赶紧回来 好 走 裤子里 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 你也逼我是不是 我就不信了我飞死你 你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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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儿 盛军 走吧 上往那儿喝茶聊天去 走 来 不去了不去了 军机 你贤子 有人去答应 没人打我 走走 我的军队没有钱了 军想和良想解决不了 我今天来找你商量对策 八通县 没钱 谁信呢 冲军啊 你们八通县一年的税收 都抵得上我大逐一年的收入 你们没钱 有钱有钱 的确是有钱人不少 但是 连一个铜板 都没有交到我他手上 刘市长下命令了 地方的所有财政 全部上交 县长 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把钱 全部交上去 那你就用枪 顶着县长的脑袋 管得要钱 那怎么能这样做呢 不行不行 这样做的话 就是公然 对抗刘市长 我不能贸然行动 所以来问你 大竹县是怎么管的 我向你学就行吗 大竹县 我就是往后拖 不交 就是这么解决的 那云阳县 云阳县 一样 不管是文秀还是马通 我就跟他们讲 只要云阳县在咱们手里 那就咱们说了算 也是不交 厂长 这也不是办法 一个县不交 是偶然 两个县不交 是凑交 你管辖的三个县 全都不交 可是 其他周边的县都交 太明显了 一看就是无意的 我想 刘市长 会怀疑你 谋反 闹你逼你 哎呀 年厉难容啊 船长 话不能这样讲 那咱们讲啊 既然你把钱 都交给你 那你就管他要军饷 管他要军粮 我问了 县长说的 刘市长说的 我是你的股像 要你把三个县的钱 收的税 以成股交齐了 你才能给我们发联想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行了 那我 就把钱拨给你 马上把这个月的 军饷和军粮 都交了 我 然后这样啊 既不下来 谁都不许再交了 好 我知道 那我盖着回去 嗯 等你一切 好 走了 又是此理 走 马上 马通 回来报到 今天上午 我让文秀和军师 上云阳县去替换你 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喝多了 没醒来 我要是被人围困了 让你来解救我 按你现在这个时间和速度回来 老子早就被人活捉了 您现在 不还没被人围围了吗 您要是被围了 我久久了 肯定去救你 我 你又是 问你个事 云阳县 扶了个大案 你知道吗 哪件案了 你还好意思问 云阳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你手里 是 是 是 我知道 但是案子太多了 不知道你说哪件 那我就提醒你一下 藏春阁的命案你知道吗 我知道 谁干的呀 我干嘛 好 不愧刨哥出身啊 有这个胆气敢承认 说吧 一共杀了多少个人 总共杀了十四个 藏生隔离 杀了八个 到他家里来 那以后 就弄死了我 你个混蛋 谁欺负你 杀谁 你为什么要到人家去灭门 居然杀死了人的老婆和孩子 大哥 我虽然喝多了 但是我心里清楚 我杀的那些 全是地痞恶霸 连王法都管不了他们 你去云阳县打听打听 我要是杀出了一个人 或者杀了一个孩子和女人 你现在就枪毙我 你是不是以为 你杀了十四个坏了 就不枪毙你了 女儿啊 你要枪毙我 你让我怎么办 刘市长命令我 把你送到重庆发办 郑主席给我下命令 让我把你送到成都去发办 我现在是两难 正好 你把我一刀劈开 依然给他们一半 我给他们抵命 你还是不能问问你 谁给我大嘴兄的力量 大嘴的男孩 他们几个 要是不杀了大嘴 我能杀了十四个人吗 大嘴死了 死了 大嘴 从清战就跟着我 他是我的好兄弟 大哥 他也是你的好兄弟 同天 是ensitive 不太乱了 我不太乱了 女儿 也不太乱了 她是不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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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行她 但是泰迪行 大嘴也你当 Director 这个引导 别干了 我为了咱们的兄弟去报仇 你现在要隔我的纸 好 放手不干了 不干了 陆泉已经大决一了 他们少跟我放魂 这个人是真 是为了你好 我就不找 把车 别拦我 老子现在就回屋 等着他们来 都杀了我 我后来 我给他们招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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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好 好 好 最忌讳的是令不行 静不止 施作 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心上 他这居然抗税 我看他是不是想造反 这个 方而造反都不至于吧 你看那个巴东县税收得最高 每次都是钱交得又多又快 这怎么解释啊 也许是大竹和明阳啊 却有引擎 施作 那是方而在骗你 我不是拼口而说 我这是有证据的 请您做顾 这是大竹县的孟先生 给我发来的密函 这上面写着大竹县交税的情报 可是方而拒不交税 对了 我还听孟先生说过 方而说了好几回要造反他 好 那依你之所见 这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施作 我愿拿您的手艺 亲自带兵到大竹县 趁方而不备 将其押回重庆 以证军堂去 方而 毕竟是刘光磊的亲戚啊 我对他也确实不放心 这样吧 你先安改一下 让他什么时候到重庆来见我 来了以后 我摄他的兵权 是 这是大竹县前三个月的税收清单 一共是一千七百五十块大洋 三个月才一千七百块钱大洋 如果咱们要交了税的话 老子拿什么发军响啊 大哥 我有办法 感谢你做华长 咱们就说 三个月的税收只有八百 这样可以给刘师长个交代 还能预下不少钱 这位小兄弟 这个要不得啊 从前那个白器团长在的时候啊 我们向刘师长交的税 刘师长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可是 钱都拿去交税 不发军响 弟兄们如果一旦划变 这个责任谁负啊 谁负这个责任 大哥 你就听我的 写信给刘师长 就说咱交不了那么多钱 信 报告 进来 刘师长来信 刘师长 不必客气 我就不看了吧 谁跟你客气呢 我让你念呢 好好好 好好好 卓令 方少魁明日速来重庆 参加会议 军情紧急 不得延误 刘相受益 喊我去重庆开会 不用去 我都知道了 这个刘师长要说什么 大哥 那咱不去 不去 不去 人家就更得说你要冒烦了 起 必须起 卓人 不得延误 好 记忆 伍远 你就带个地霓灵地 在这里不正面 我跟鬼比方过来救去 班长 你俩人记得行吗 没事 有什么异常的动静 你马上给我刷进去 是 方团长 方团长 您不管 院里巡逻呢 没有 没有没有 我呀 是特意来接您的 市长就在里边等您呢 好啊 方团长 怎么这次一行 就你们 这一个半人呢 多了吗 不多 不多不多不多 小玩意还挺可爱 调皮 调皮 里边请方团长 好 走 是 市长 方哈尔来了 哈尔来了 好 市长好 好 玩黑啊 你先去吧 是 来 哈尔 来 坐坐坐 来 坐坐坐 我的这个服务啊 来 来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师长 这是请我喝的茶 你也敢动 放开 去 在外边厚着去 来 尝尝这茶怎么样 好茶啊 这是蒙山茶 俗话说 我 杨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 这蒙山茶 虽然出自咱们四川 但是 这名声 已经冤阳四海了 这是我一个朋友 送我的吉顶蒙山茶 特地请你过来 好好品尝品尝 怪不得这么好喝呢 哈尔啊 这壶茶啊 要二十块大洋 才能喝到 你觉得值吗 这样好的茶 值啊 我常常想啊 等我老迈了 告老还乡了 每天喝喝茶 五公五件啊 喝几个老朋友 打几圈麻将 海阔天空的和儿孙们 摆摆龙门 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啊 师长 师长 我又可想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呀 你现在就可以这么做呀 现在 孩儿啊 你看这些年呢 你是打打杀杀东奔西跑 我觉得呢 你呀 你呀 确实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我想啊 你确实可以 激流勇退 回家去做个自在老爷 再生几个娃娃 多美的事儿子呀 师长 你是不是要修我的兵权了吗 正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是不是 叫你们来 和二师妹们杀这个方哈尔的 只要方哈尔一出现 马上开枪 我都不相信 十只枪 还杀不了一个方哈尔的 你干什么啊 走 班长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十个拳枪手 方哈尔只要一出现 马上打阻 谁让你打阻 姐夫不是你让我埋伏的吗 你是中党的人 好 这是事故 如果枪声一响 整个冲队就会乱 如果方哈尔死了 他的部下一定会划变 是 哎 姐夫 划变是什么 划变就造反 谁要造反呢 哪那么多废话 啊 我告诉你 活着方哈尔 等他部队绞了卸以后 再慢慢处死他 那姐夫呢 你把他处死了 他不就划变了 方哈尔死了 他还划什么变呢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 一定要小心行事 不能让师座知道 听到吗 是 哎 姐夫 那 那你那意思 我是为阴谋诡计的小人哪 你这 哎 大哥 厕所在哪儿 厕所在那边 前边右关 好 谢谢啊 大家都听好了啊 咱们 一会儿就要划变了 所以说 团长说的话也听清楚了啊 不能用枪 十个人 一人一口唾沫 也淹死他了 干嘛 杀他的手 杀 杀 杀子是哪里来的呀 哎 这两体 大海 哎 大海 那边有没有人见过海 来 啊 好了 好了 快去 准备准备 好 行动 队长 我方哈尔是陶哥出身 最讲究忠一二字 对您做事 那是忠 给兄弟们做事 那是意义 我现在虽然占据了三线 但是这三个线的陶哥 都奔往而来寻军 你说我不管他们的良心 岂不是有备于忠一二字 二啊 那你扣下税网给我上交 是不是有愧于忠心啊 不愧 市长决定了 你跟我跟我说啊 我就是招再多的人 将来这些人 都不是给您老人家卖命 所以说 这是我方哈尔的忠心 我不像有些人 给你交了钱 让你们说好话 说送给你 我觉得那么不是东西 我方哈尔能图到市长的账下 就是冲着您 这有道明君耳朵 这才是我的重心 市长现在听线的产业 要销我的兵权 我觉得市长 您有点是非不分了 啊 哈尔啊 你为人的忠心和义气 我是知道的 但是忠义这两个字 是一把双刃剑的 就说前几天吧 你那兄弟马通 杀伤了十四条人命 我命你把他押解到重庆来 可是至今未见 想必你是为了抢义气 而不肯遵命 是 马通是杀了十四条人 但是他杀的都是云阳的恶霸 他把这些恶霸杀了之后 云阳现在的老百姓 我们用来拍手撑口 市长 我不想多说什么 您派人到云阳去冥场 好 可是马通 马通是犯了杀人的决 犯了军夷 但是我已经给他押击杀了 马通现在位罪前途 市长 我一定把他抓捕归案 给您有个交代 多变马通 你们这身上干什么呢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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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钱都不认不得 耐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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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反应快 钱福 大哥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这里正在谈事情 有紧急军情 什么事 不是 走 走走走走 市长 啊 我要请您看一出好戏 啊 你奥 我是 什么喜 啊 啊 来 阿尔 你让我看什么戏呢 太初好戏了 在哪儿了 好戏 马上 兄弟们 给我上 放 你要干什么 走 中南本贼 保护市长 谁是本贼的 包头耳 上 住手 哎 你想干什么 中南本贼啊 你愿意去车上本贼 叫我放下 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 这 这 是你热的吧 忘记了 不是你 拿点水 包包 园长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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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市长大人 在来您这之前 这几天有发生什么 我已经预料到了 所以说 刚才您给我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说 处难从 告辞 好 你们 快 来 白喜 你真是愚蠢至极 我二黑 你愚蠢至极 愚蠢至极 姐夫 你看我下一回呢 大哥 别多想了 平安回来就好了 我觉得 谋害我的人 肯定是白喜 绝对不会是刘向市长 因为我觉得刘市长光明磊落 不可能干这种事了 反正不管是白喜还是刘市长 今天早上跟他闹盘了 还是后才咋办呢 他 你出去 好烦啊 你烦 你当然烦了 你知道吗 你差点就被你那个刘市长害死了 我早就劝过你 就应该跟着我二叔干 你偏不 现在好了吧 跟谁都一样 跟你二叔 你睡觉不上交吗 怎么受到管制了 二叔不会这样对你的 戴冰戈剧 你都这样吧 没什么其他路可走 可是 你现在已经得到刘向市长了 万一日后 他在想别的法子杀你可怎么办 你可老子 跟谁都是个死 与人为奴 不如自在为亡 通知家晓 告诉你娘县和巴东县 就算老子 已经不跟刘向干了 你钱也不用往重庆交了 我们要自立为 国民革命军独立旅 老子要当旅长 哎呀 哈尔 我觉得吧 你还是跟着我二叔稳妥一些 哎 你好好的做什么旅长马长 多难听啊 哎 对了 明天我二叔要来我家做客 他还喊你过去呢 你过了明天再决定也不迟呀 那些 你就不用劝我了 老子这个旅长我要当定了 回头楼 大哥 想办法通知军事 让他给我写一封 独立的那个 告示 独立告示 就是告诉我手下的这些兵 还有三个县的老百姓 还有那个刘向市长 就是说老子独立了 老子这回要光明正大 名正言顺 帮一回独立领的女长 快去 浩浩 我最后的你一遍 你明天到底干不跟我去 找我二叔 不去 好 你不去我去 看我怎么跟我二叔告状 独立领 女长 有点 有点